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切冰冰就在夜间从靠近王源两城中间的门逃跑 迦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 王就向亚拉巴逃走 迦勒底的军队追赶王 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他 他的全军都离开他四散了 迦勒底人就拿住王 带他到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审判他 西西加他做王第九年的时候 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 对城安营 赐为主壘攻城 为什么又来攻呢 为什么第三次又来打犹大 因为犹大又准备要跟埃及结盟 要来反抗这个巴比伦 一直在重复一样的事情 但是就是一直不要依靠耶和华 一直用自己的方法 一直失败 于是呢 曾被围困 到西底加王十一年 那看来就是被围两年 那之前 北国的首都撒马利亚是被围三年 然后被攻破 现在呢 是围两年之后 第三节 四月初九日 城里有大饥荒 百姓没有粮食 曾被攻破 兵丁在夜间就逃跑 迦勒底人正在四围攻城 王就像亚拉巴 就是往东边逃走 迦勒底军队发现了 就追赶王 最后在靠近约旦河 但还没有过河之前的 耶利哥平原 就追上了他 他的全军 在那时候都离开王 四散逃跑 迦勒底人就拿住王 把他带到整个 这个巴比伦王 西征的军事大本营 就是在南叙利亚 最北边的地方 就是哈马 那附近的利比拉 把他这个西里加王被带到那个地方去 王就审判他 这个也是之前 埃及王打败了 这个约西亚之后 把约西亚的儿子 约哈斯 卤过来 在这边审判他 一样的地方 我就代表说 那边是一个军事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一个枢纽 整个地中海沿岸 这个埃及跟巴比伦 两大帝国的决战 的一个枢纽 就在那个地方 在西里加眼前杀了他的重子 并且弯了西里加的眼睛 用铜链锁着他 带到巴比伦去 巴比伦王 或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 又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 就是各大户家的房屋 跟从护卫长加勒底的全军 就拆毁耶路撒冷四围的城墙 那时 护卫长尼布萨拉旦 将城里所剩下的百姓 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 以及大众所剩下的人都掳去了 但护卫长留下些民众最穷的 使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 耶和华殿的铜柱 并耶和华殿的盆座和铜海 加了底人都打碎了 将纳铜运到巴比伦去了 又带去锅、铲子、腊剪、调羹 并所用的一切铜器、火顶、碗 无论金的银的 护卫长也都带去了 所罗门为耶和华殿所造的两根铜柱 一个铜海和几个盆座 这一切的铜多得无法可乘 这一根柱子高十八轴 柱上有铜顶高三轴 铜顶的周围有网子和石流都是铜的 那一根柱子照此一样也有网子 第七节在西底加眼前就杀了他的重子 把他的儿子都杀光了 并且挽了西底加的眼睛 把他眼睛挖出来 并且用铜链锁着他 带到巴比伦去 哇西底加好惨 巴比伦王这个第十九年的时候 五月初七日 巴比伦王的部下护卫长 尼布撒拉旦来到耶路撒冷 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 焚烧城内的房屋 各大户人家的房屋 然后呢 这个军队就拆毁了耶路撒冷 四周围所有的城墙 那时 护卫长尼布撒拉旦 将城里剩下的百姓 并已经投降巴比伦王的人 以及大众所留下的人 都掳去了 但留下的百姓中最穷的 使他们修理葡萄园 耕种田地 第三次被掳了 国内所有的精英 全部都被抓光光了 剩下完全没有反抗能力的 最穷的农民 然后呢 耶路撒店里面的所有东西 都被迦勒底人打碎了 然后把这些铜 就运到巴比伦去了 里面所有的器具 也都带去了 当作战利品 护卫长拿住大祭司西莱雅 副祭司西藩雅 和三个把门的 又从城中 拿住一个管理兵兵的官 并在城里所遇 常见王面的五个人 和检点国民军长的书记 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六十个人 护卫长尼布萨拉旦 将这些人带到 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 巴比伦王就把他们 击杀在哈马地的利比拉 这样 犹大人被掳去离开本地 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 就是巴比伦王尼布贾尼萨 所剩下的 巴比伦王立了沙藩的孙子 雅西干的儿子基大利 做他们的省长 然后呢 这个十八节 护卫长就拿住了大祭司 然后呢 还有副祭司 还有三个把守门的 又从城中 做了一个管理兵丁的官 并在城里所遇见 常见王面的五个人 可能是国策顾问之类的 还有检点国民军的书记 以及城里遇见的国民六十人 可能是民间领袖 护卫长就把这些人带到 这个利比拉 那个巴比伦王的行军总部那边 巴比伦王就把他们 在那边杀了 因为他们可能就是 不肯投降 这样 犹大人被鲁离去 离开本地 至于犹大国剩下的民 就是巴比伦王 尼布贾尼撒所剩下的 巴比伦王就立了 沙藩的孙子基大利 做省长 已经没有王了 所以那个地方就变成一个省 巴比伦的一个行省 这个基大利是谁 他的祖父叫沙藩 还记得约西亚王重新整修圣殿的时候 大祭司在里面发现了一本律法书 就拿给了沙藩 沙藩就拿到国王的面前 读给国王听这个律法书 就是谁 就是这个基大利的祖父 他就当了省长 众军长和属他们的人 听见巴比伦王立了基大利做省长 于是军长尼探亚的儿子 以什玛利 加利亚的儿子约哈南 尼陀法人单护灭的儿子西莱雅 马家人的儿子亚萨尼亚 和属他们的人 都到米斯巴见基大利 基大利向他们 和属他们的人启示说 你们不必惧怕迦勒底臣仆 只管住在这地服侍巴比伦王 就可以得福 七月间 宗室以利杀马的孙子 尼探亚的儿子以什玛利 带着十个人来 杀了基大利 合同他在米斯巴的尤大人 与迦勒底人 于是众民 无论大小连众军长 因为惧怕迦勒底人 都起身往埃及去了 所以有一些军长 这个包含以什玛利 还有一些其他的人 就来到米斯巴这个地方 来觐见新的省长基大利 基大利就安抚他们 对他们说 发誓说 你们不必惧怕迦勒底的臣仆 原来在米斯巴这边 还有迦勒底王所留下来 监视他们的一些官员 你们只管住在这个地方 服侍巴比伦王 就可以得福 那这时候 在米斯巴这个地方 其中有一个人 也跟基大利在一起 他就是先知耶利明 七月间 宗室 宗室就是王的后代 原来以利沙玛 宗室的后代 这个的孙子 就叫做以什玛利 所以刚刚来投靠 基大利的那个以什玛利 他原来是王的后代 所以他看见这个基大利投降 他就很不高兴 其实他本来来就不怀好意 就是要杀掉基大利 就带着十个人来 在这个宴席之间杀了基大利 和同他在米斯巴的犹大人 和迦勒底人 于是 做这件事情之后 众民无论大小 连在那边的众军长 因为很怕迦勒底人来报复 所以呢 就全部逃到哪里去 埃及 顺便把一个先知 叫做耶利米 也怎么样 这个挟持 一起把他带走 所以我们看见怎么样 就是整个犹大灭亡 那真的就没有机会了吗 我们往下看 犹大王约亚金 被录后三十七年 巴比伦王已为米罗达 元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使犹大王约亚金抬头 替他出奸 又对他说恩言 使他的胃高过 与他一同在巴比伦 众王的胃 给他脱了囚服 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 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 日日赐他一份 终身都是这样 犹大王约亚金 被俘虏后三十七年 这大概是祖后 祖前五百六十年 距离这个耶路撒冷被毁灭 有差不多二十六年左右的时间 这个被俘虏三十七年 关在监狱里面的前任 犹大王约亚金 巴比伦王就把他 使约亚金抬头 让他出监狱 又对他说恩言 使他的位分高过 与他一同在巴比伦 被俘虏的众王的地位 给他脱了囚服 他终身常在巴比伦王面前吃饭 他王赐给他所需用的食物 日日赐他一份 终身都是这样 为什么要讲这个呢 因为其实在耶利米那时候 他就有讲 他一直劝西底加国王说 你不要再去找埃及结盟 今天是出于耶和华 让这个巴比伦来审判我们 这件事情早在一百年前 西西加的时代 以赛亚就已经说过这个预言 这是出于神对我们的 惩罚跟审判 我们就悔改 接受这样的审判 那神会给我们留地步的 我们会有机会再复兴了 甚至在西底加不听他的劝 所以最后南国整个灭亡之后 耶利米也说 就算王国也没有关系 不要灰心 上帝要让我们在七十年之后 可以重新从被掳的巴比伦之地 被掳归回 我们可以从头开始 可是很多像是什么 这个宗室 这个以什玛利 他们根本不吃这一套 他们就是还是想要跟 什么埃及啊 亚门啊 这些国家在串联 一起来抵抗这个亚述 巴比伦 那所以呢 这边让我们看见 果然在这个 约亚经被关了三十七年之后 神就感动了这个巴比伦王 让他从监狱里面被放出来 这就开始在预告 接下来的被掳归回 被掳归回的时候 带队回来耶路撒冷的那个人 叫索罗巴伯 他就是约亚经的后代 弟兄姐妹 我们列王记读到这里 我们到底学习到什么 第一 列王记上下都告诉我们 跟神之间 我们关系的经营 就是在于一个观念 对神成成实实的 与神相交 成成实实的 尊主为大 遵行他的旨意跟教训 神就使用我们做贵重的器皿 可以容神 可以义人 但是呢 我们如果在神的面前 不成成实实的 以为有圣殿 以为有军队 以为有国王 以为有什么什么什么 我们就可以 不听神的话 然后呢 跟神阳奉 英伪 跟神玩两面手法 反正就尽量 就是不听神的话 有困难 神会救我 神不会不理他的圣殿的 神不是这一套 北国经过208年 19个国王 通通是坏王 神让他灭亡 南国20个国王 只有8个王 被看为是好王 而且这8个王里面 有好几个王 晚节不保 那南国20个王 344年 最后神也是让他灭亡 因为他们都不听神的话 所以 我们常想说 这个不要玩弄神的感情 其实还不是这样说 是我们不要任意的践踏 神给我们的恩典 我们不要让自己 在罪里面打滚 我想这个是 人跟神最后都会觉得 很难过的事情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读完猎王记 我们在你面前向你祷告 主这些王 元帅 大祭司 他们可能都比我们有智慧 有能力 有才华 但是再有智慧 能力才华 若不好好来 诚诚实实的 遵行你的旨意 主你就会厌弃 不使用他们 我们是卑微的小器皿 我们在你面前说 主愿我们的心 对你是诚诚实实的 不跟你玩两面手法 我要遵你为大 好叫我一生 成为你乐意使用的器皿 我们若有犯错 求圣灵 指教我们 光照我们 使我们回到正路上 好叫我们一生 可以侍奉主 愿你的名得着荣耀 愿我们的生命 因着敬畏你 诚诚实实的与你相交 在你的手中 成为贵重的器皿 让我们不需此生 谢谢主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祝福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